你會覺得他詮釋音樂 雖然不是一個課班出身的一個音樂人 但是你會覺得他詮釋音樂 跟他吸收音樂這個速度 我覺得他真的是有別於一般的藝人 我覺得他除了嗓音獨特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對音樂的想法 還有他對音樂的熱忱 才會造就現在有優佳他今天這樣子一個成績 我有時候談一些視覺的想法 包括呈現的方式 真的跟他一起工作就是拍他VCR的時候 那我更明確的感受到他的堅持這種事情 很像很像我很多年以前 第一次看到葬正月的那個感覺這樣子 就是很喜歡音樂耶然後 很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是安靜的這種的人 算某方面的天才吧 宥佳真的是我遇過就是很不凡的歌手 他會一直想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他不像一個藝人這種那樣 比較像團圓 因為就從認識他開始就發現他真的很愛吃 他真的很愛吃 他真的很愛吃 每次後台叫的東西都是蠻好吃的 我們都吃得很高興 如果你們有注意看的話 我們從剛開始合作呢 體重一直替這個上升 就只有我 對 我們這次沒有 比較 跟扁不一樣我們沒有什麼Dancer啊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比較想要單純的 用音樂這件事情 跟視覺這件事情 讓大家都進到這個環境裡面 然後跟著他的音樂去神游 那到底你神游到哪裡去這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在這個環境裡面 所感受到的東西 這個是在演唱會上要呈現的就是 視覺上輔助每一首歌曲 就是讓那個歌曲的意境 用視覺來烘托那個歌曲的內容 視覺來烘托聽覺 讓每一首歌的要傳達的內容 是更精準更精采或更豐富 對視覺來說 他最大的特別是 我們以前沒有做過那麼大名的投影 然後也沒有嘗試這麼長的一段投影 投影的內容 那投影其實是以為這種質感在 尤其是在表現一些深度上 氣質上也是投影系 投影是特別常常呈現了一個風味的 除了投影面之外 他另外一個事情是 也許你先起來很喜歡的感想 我覺得至少揚州的就比較少 做一件風味的事 他用了一台DOMINI-47 去將他的LINE 去調出很多不同的效果去配合 製作的影響素材 對我來講呢 我覺得這一場神遊的演唱會 有點像是一個魔幻之鱗 覺得呢 要怎麼說呢 因為呢 我覺得林宥嘉呢 就是用他的這個 魔幻的聲音 跟他詮釋音樂的 圖到的這個方式 就會帶領那個觀眾 進入到他的音樂世界裡面 整個演唱會裡面呢 有爵士 有搖滾 有舞點 有流行的 有民謠的 我覺得 雖然我們的音樂類型很豐富 但是進入宥嘉的詮釋以後呢 就是屬於一個他非常個人的 非常特別的一個 一個表演的一個 一個演唱會 其實呢 我們做過一些唱一台 我對這場演唱會非常有信心 因為我們有音樂的樂手 我們有世界水準的 那個 豪神經理 所以呢 我自己很期待呢 在台灣來辦的這一場 演唱會 我覺得 我絕對相信一台人 絕對不會是 像是一些非常棒的演唱會 神遊開始以後 因為我們有多了四位的選演唱會 這個選演唱會 這個選演唱會 會讓我們進入多人的 改演唱會 做到一個新的層次 在別康情後 完全改演唱 選演唱會 這更圓詰是 應該是 這樣的事 wonderful 對 希望 他就是一個不敢寂寞 然後半夜會亂打電話給人家 然後又很喜歡吃 然後又有潔癖的一個怪咖 他很喜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或是下午的時候打給我 然後跟我講悄悄話 就是問我說欸你在幹嘛 你今天要做什麼東西吃 我要過去吃 所以他其實每次找我 多半其實也不是跟音樂無關的事情 都是跟吃有關的事 有一次在彩排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準備說東西幹嘛了 然後有家他會 忽然瞬間的就開始做 三十幾下 欸不是吧應該是五十幾下 很迅速的做完福利挺身 這大概是我看到比較奇怪的事情 開賞的方式 蠻有趣的 我們在休息室裡面 就可以遠遠聽到十公尺以外 有人這樣 其實我們上載前了 他通常需要很多衛生紙 為什麼呢 因為 他都會說 還有時間嗎 我來打電 哈哈哈哈